李旦老婆黑尾将卖衣服,早网友吐槽,卖家秀和卖家秀差距太大,李旦不久前在节目中表示自己已经结婚了,而她的老婆就是之前那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黑尾将,很多的人都没有想到两个人能够走到最后,黑尾将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女生,很多网友表示,以她的颜值完全可以去当演员,不过她没有打算进军娱乐圈。 现在她在网络上专心的卖她的衣服,并且还是自己设计的,黑尾将是非常漂亮的,她设计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也非常的好看,这是一款皮粉色的四绒背心,上面还有盘扣的设计,很像是旗袍的样式,这款面料选的非常的好,感觉有点亮亮的颜色很是好看,她穿上也显得身材非常好,把胳膊都给露了出来。 这个颜色也非常的粉嫩,衬脱的皮肤也非常的白皙,她穿上这身衣服竟显甜美,显得年龄很小很简厉。 李大老婆黑尾将在网络上卖衣服很多的人都知道,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李大在直播中为老婆宣传,让大家都去买衣服。 但是她说了很不好的话,瞬间就远路了网友,黑尾将的衣服虽说不是很贵,但是真的是不好看,之前她的衣服就在网友吐槽过。 因为主要就是买家秀和买家秀差距太大,之所以黑尾将穿上好看,主要还是因为她的颜值够高,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下雨。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买家秀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搭配的不好,所以导致穿上非常的难看,上面是一个皮粉色的丝绒背心,她在下面搭配的是一个牛仔裙,并且设计的非常时尚,像是一个裤子改造的。 但是她穿上就是非常不好看,有网友表示,这个衣服还是非常难驾驭的,稍微胳膊上有脸肉的人,就没有办法穿这个衣服。 还有就是这个衣服没有弹性,如果有肚子也会被显露出来,黑尾将的颜值大家都很认同,但是她设计衣服还真的是不行。 她设计的衣服没有考虑到更多的买家,不是所有的人都身材都像是她这个样子的。 黑尾将的肩膀很好看,是直觉到,所以能够撑起这个衣服,但是这个买家就不行,她的肩膀是她现的,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撑起这个衣服,显得身材很不好。 由于这个衣服没有弹性,所以她穿着上面显得很胖,果然是买家秀和买家秀差距太大,买家秀永远没有买家秀好看,永远都穿不出模特的感觉。 很多的人看到买家秀就想要买这个衣服,想象着自己穿这个衣服有多么的好看,但是一穿在自己的身上就会立马后悔,因为实在是太丑了。 这个买家秀上面是黑尾将同款,下面她自己搭配了一个同样是丝绒面料的衣服,穿上去这一身打巴非常的丑,下面太宽松了,买家真的是永远穿不出卖家秀的感觉。 其实最主要的因素还是颜值的问题,如果一个人的颜值够高,她就能够把这个衣服驾驭得很好,所以黑尾将卖的秀菜和网友的买家秀差距这么大, 主要还是因为黑尾将的颜值太高了,一般的人还真的是赶不上她。 她设计的衣服都不是特别的好看,全部都靠着颜值撑着。 如果是你,你会买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